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最近忙于举行世界巡逢演唱会的歌神陈一勋Eason 日前就完成了纽约站 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一段纽约站拍摄的影片 表情丰富 姿势多多的他 更是去了四代满贯之一的梅王足球场 阿斯阿什球场打卡照相 他就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到哪里拍到哪里 在影片的最后还不止为纽约之旅画下完美的句号 更是搞笑地用港式英文来预告下一站多伦多的演唱会 笑翻了不少网友 而在多伦多的演唱会 他当然也有唱出多首的经典歌曲啦 听完黎明 红馆演唱会2023定于11月14到23号在红看香港体育馆举行十场演唱会 消息公布之后 一众乐迷纷纷准备抢票 而在宣传广告准备上架之日 遇上两个台风苏拉和海葵连环洗港 为了确保安全至上 主办单位决定将广告片以及巨型海报延迟出街 现在路过铜锣湾户外电视屏幕或者途径红碎口 也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演唱会宣传片和巨型海报啦 放网卫视综合报道